發生這件事是驚恐,亦是為了家人的著想,令我媽媽都安心 所以我又收聲,或者不會再高度參與政黨或其他組織的活動 過往就算你看到林榮基,或者其他事件,類似的事件,李黃楊的事件 你也看到一定會有正反面,我覺得是香港社會很正常的事 警方可能會跟某些記者透露,我昨天有沒有去錄口供 或者我那件衣服的證物,情況 他也透露給記者聽,例如大家想想,我是浸我的衣服 其實這個是證物,我是給警方 我又沒有跟你們傳媒朋友說過 他又透露出去,然後又找記者來問我 我就覺得很好奇,為什麼不斷煽料給記者 我會把聽說,是基本的,還是有用心 我會我會找你知道的,還是有用心 你不看到你的衣服 我會拒絕的那樣,我可以這樣講 我覺得是讓人一起去錄口供